你是黃安嗎? 檢察官辛姐等於嘲笑侮辱 罵人塞你娘不起訴 但是講你是陳水扁 你是黃安嗎?卻可能有事喔 依然是有個改建工程的理性女包商 和中性屋主發生不緩糾紛 奶太小 給吸 我也不會吸啦 女包商回嗆 被告公然侮辱 但檢察官認為女包商是 一時氣憤的情緒性發洩言語 不起訴 檢察官起訴書還寫道 隨著社會演變 以前一些髒話和侮辱性自詞 已經沒有冒犯性 這樣喔 但是注意囉 如果講你是陳水扁 你是黃安嗎? 這個檢察官認為是嘲笑的 侮辱性跨語 罵對方說你是黃安 你點損對方的男人 你是一個女主持 你要在對話的內容 看觀察他的前後語句 因為現在黃安在當下 他現在是一個新聞人 那檢察官只是 引用這個東西 來作為一個比喻而已 並沒有其他特別的用意 這種新聞 講的也是馬英九 可能也有事喔 報導